Lio聊世界天天中心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伯伯仁隊上吸吸引人 那這場比賽是天梯阿拉伯地圖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伯伯仁 伯伯仁的話村民動速度很快 一開始就這個10%禮動加速 那只要村民動速度越快 這個村民的採集日元效率會更好一點 那再來就是伯伯仁的馬舊單位 造價是非常便宜的 騎士駱駝肉馬都有這個折扣在 所以他打騎士路線是比較適合他的 那再來就是伯伯仁有這個寶兵弱攻 可以counter對方馬攻單位 所以他的一個取向 比較適合走弱攻搭配騎士路線 那再來就是伯伯仁的一個比較特別的能力 他的團隊加成 可以讓隊友使用自己的標槍騎兵 那這個標槍騎兵是騎馬版的戰馬 雖然肉類消耗會多一點點 但是有這個血量多一點的戰馬 而且移動速度也偏快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蠻強的 你是不是要死村 痾... 你... 你拉朱死村 然後還遇到對手是又... 是不是不想贏 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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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 伯伯仁喔 這個也不是很常見的一個高端玩家的一個名字 也沒有看過他耶 這應該是我... 第一次看到他吧 他的名字蠻特別的 叫... MetaPlay 不打... 不打MetaPlay是不是 不走主流路線的玩家 應該是這樣翻譯吧 大概應該是這樣子喔 好 那我們就先來繼續講西西里 西西里的話 最大特色是... 這個... 村民喔 可以去蓋這個... 不是亮望塔 而是這個... 城樓 樓城 我怎麼沒說記不起來 塔羅嗎 呵呵 反正亮望塔會被一個... 亮望塔... 跳亮望塔會被取代喔 會被這個城樓給取代這樣子 痾... 痾... 這個城樓呢... 會比較打嗝一點點 再來就是他的薩金衛兜 也可以蓋這個... 城樓 痾... 痾... 比較特別的是這個能力喔 那這個能力的話 對於塔弓來說比較適合一點 而且他只要蓋出這個城樓之後 這個城樓裡面就可以產出 自己的西西里的寶兵喔 薩金衛兜喔 連封建時代都可以造 雖然數值差了一點 再來就是西西里的種田能力喔 是比較... 強勢一點的 他的農田是兩倍的肉量喔 那...再來就是他的肉量 除了兩倍之外 每點一個農田科技喔 食物的攜帶量 多一多億喔 所以西西里到後期的話 算是比較偏騎士跟步兵 單位的一個打法 那帝王時代還可以打這個 金罐鎖子甲 讓騎士的遠防 高達遠防8喔 那進防還會多加1 所以西西里來說也算是不弱的文明喔 但是他也是需要一個強大經濟 來做一個支持喔 才會玩得好的一個文明 好 那...目前看起來兩邊的一個地圖 感覺又會比較慘一點喔 這個金礦在前方喔 主金在前方 而且另一塊野金喔 也在前方 那他只有一塊野金在後面喔 會比較慘 如果前面被插城堡的話 這裡插一個寶 兩個金就直接Stick By 那...再來就是 他的果子在後面喔 在前期來說會比較舒服一點 那...這邊... 波波人喔 感覺就很讚喔 那個主金在後方就算了 後面果子也在後面 太狠了 只有一個野金在外方喔 然後還有一個野金在上面喔 只要他在這邊插一個城堡 這個高地插一個城堡 基本上... 外面的野礦喔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喔 那...野金... 那主金在後方的話 也可以繞一段時間喔 不太容易被騷擾到 這對波波的人算是比較一個好消息 好 那波波這邊決定是要挖金礦喔 這邊是要棒棒轉... 轉...轉小弓嗎 還是要三... 喔靠...三棒棒 三棒棒轉裝甲步兵 是不是 哇...有喔...看起來有像喔 他這個打法也是挺特別的 因為他這個時間點出來的時候 三棒棒已經... 有點偏晚了喔 如果這邊轉裝甲的話 我不確定能不能做到事情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會轉的 因為這邊你看 又已經有這個射箭場了 那開始出弓並有挖金喔 那波波應該是不會上裝甲了 通常看到對手挖金 然後已經有射箭場的情況下 就不會再去轉裝甲步兵的升級了 那比較有可能是波波會直接轉小弓 或者是直接轉這個毛兵路線喔 會更實際一點 裝甲步兵就不升級了 會比較好 好...黃兵出來稍微做一些色色的事情 回頭...靠個幾棒 再靠嗎... 哇靠...結果你還是硬上裝甲欸 欸這個人狠狠喔 真的是不走META欸 他完全沒有想要跟META站在一起 他想怎麼打就怎麼打 自我流...玩法 好...那你自我流遇到了...小公怎麼辦呢 好...升級裝甲...然後... 遇到小公... 被走A 哇... 哇...這個...這個弓兵...走得有點狠阿 這個走A狠狠阿 我剛剛要被收光了 哇...這個升級我升跟沒升一樣 那順帶一提喔 弓兵的速度是比裝甲步兵快一點點喔 大概快0.06的跑速喔 所以你一直走A的話 是可以一直射到對方的步兵的喔 再來射個一發應該就可以收掉了 裝甲步兵... 欸呀...突然收光了 裝甲步兵升級直接擺給 所以...不跟META站在一起就是個問題 人不要不幸一下 META有時候厲害的地方還是很厲害的 並不是沒有道理的喔 不然他也不會成為META的 好 那波波這邊第一波裝甲步兵升級 想要拖時間尋告失敗 正面想要直接圍死喔 後面也是 那這邊圍死圍著有點尷尬的路 他不是圍這個窄口 而是直接圍一條線喔 他可能是沒有看到這邊是... 這邊是有圍...可以到底的 那目前看起來 波波這邊轉一些射箭場會比較好 但他的路線喔 我覺得他應該是直接要上這個... 上農田然後直接上春寶時代 比較有可能是這樣的一個走向 這邊做色色的事情 再拉一下 這邊看村民有稍微拉到左右兩邊喔 讓工兵設不到距離 那右這邊工兵也是有在出 但是也是少量少量的出而已 比較還是走一個專心種田喔 跟稍微微加的一個打法 這邊也稍微微一下 好這邊看到主經的金礦在這裡 他應該已經... 補康了 好工兵再走過來 哇 結果看到都圍死喔 圍的蠻快的 這邊也圍好了 那伯伯人這邊是真的不下世界場嗎 我覺得不下風險還蠻高的 這邊通常還會出幾隻毛病喔 去稍微防守一下 不然這邊... 對 要直接拉到後方 的伐木場去伐木 雖然這邊是蠻安全的 好 那兩邊應該要直接進入開農旗了 我們就先稍微兩倍速 加速一下 這邊下一個兵工場 可以下個馬舅 就可以升到城堡 時代了 兵工場在馬舅 可以的 好升級 他馬舅放到哪裡啊 我怎麼看到馬舅 欸 欸 欸 他這裡怎麼會有侍己 欸 呵呵 欸 他哪時候進去了 等一下等一下我們Buck一下 那種奇怪怎麼家裡沒侍己 欸 他哪時候進去的 我們Buck一下 稍微八倍速回去看一下 欸唷 在他進來之前就已經在裡面了 哇 真的走個飛Meta流 我的天 這個有點狠 他這邊 在蓋這邊之前 就已經到這裡了 然後右的視野是沒有看到他的嗎 我們稍微看一下 欸 右的視野真的沒看到欸 他的視野只有看到這個喔 白白的地方 這種暗的地方他都是沒看到的 然後這個地方都是他自己的視野而已 哇 這邊差兩個就 就 看到了 好 雙馬就直接騎士爆裡面爆一波 波波這邊直接升了品種 跟 零鎧甲 哇 這邊到這個時候 卻還沒有直接 開始出兵喔 還是先慢慢升科技先喔 如果說我可能會先按幾隻肉馬 但他這邊很穩 想要先判科技 判科技的話 就是比較穩扎穩打的打法 而不是只是 只是想要打一波而已喔 好 這邊上到城堡時代槓的品種也好 馬上補下了騎士 兩隻的生產 那這邊 稍微用村民 去賭下這個窄口 好 但是還是有點危險 看不然要拉村民去硬蓋 哇 會死一村 這個硬蓋 一個是殘血的 好 裡面BK要蓋 但是這邊有點卡住了 好 這邊BK可能會 來不及蓋好 好 這邊直接兩隻騎士進來 又一定 已經傻眼 欸 怎麼奇怪 有洞 蘇姆不是有洞啊 他家裡是直接 有馬就在啊 哇 這一波會很慘 雖然這邊前面 工兵有點騷擾到 要這個工程器製造所 可能要趕快喔 蓋起來 這邊還是沒有蓋喔 這邊蓋地基卻沒有開始蓋 這邊很專心在控騎士在騷擾 好 那這邊直接被弄到生火 無法治理 家裡被砍了幾村 村民殺當之散七村 這邊前期拉住死村的一個烈士的地方 也變成沒有了感覺 好 那又意識到家裡已經不安全了 把這個騎士拉到外面 把這個村民拉到外面做伐木 好 家裡弄砲出來之後 伯伯人家裡又過得更輕鬆了 好 這邊刺頭中能看到了 但這邊能來得及 救到自己的村民嗎 自己的女村民會不會無產 直接個煩打 但應該來不及 村民直接被收掉 哎呀 可惜了 如果村民還活著的話 還可以再考慮下個BK喔 然後再用個頭車開始砸TC 也是可以的 然後這邊直接一個 騎士硬爆木牆 能爆得進去嗎 好像可以 很極限 哇 這個一爆進去 會投血喔 血流成河 就爆開了 哎呀 這邊直接爆了 這邊騎士直接開始追出來的村民 這應該追不到後面這隻 趕快回去 稍微躲一下箭矢的傷害 哇 難得看到又直接村民被塗成這麼慘 現在伯伯人機領先了 大概六村左右 哇 還把這個TC下的村民全部吃掉 還讓對手沒辦法蓋下書道院 這邊領先村民已經領先七村了 但這邊也是有出少量的騎士 直接過一個反打 騎士第一時間沒有在家裡拯救 哇 這邊再出來砍個一波 砍修道院的建築工 雖然修道院已經蓋好了 終於可以幹生旅了 有生旅的話應該就可以稍微擋住了 那伯伯這邊 我們怕漁洋局輸出 家裡會補修道院嗎 這邊補下二級木跟一級農 這個打法有點溜 趕快破一下房子出去 看要不要回救一下 或是去外面抓個 蓋TC的村民都可以 不過這邊這個戰術相當成功 已經算是完美了 好 騎士出來 但是 但是這邊還沒有二級一防 TC射到還是有點痛 這邊稍微修下木牆 家裡下方奴炮防守 這坨弓兵可能可以用家裡這邊騎士吃掉了 好 這時候又已經轉出了馬弓 西西里馬弓 怎麼這麼吵啊 雖然也不是說不能打 因為他畢竟有三敵士 但是他馬弓沒有拇指 會有點慘 這個又的想法也是 被META嗎 既然人家不走META流 那我也跟著不META 這場有點有趣啊 看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招式 好 中間補下一個修道頁 做一個中繼站 可以幫騎士補血之外 也可以召對方的騎士 那可能會在前面補個BK嗎 還是直接家裡BK慘頭車 也正在家裡慘頭車 然後直接進攻 但這邊勝率直接找到一隻騎士 但是自己的勝率也沒了 但是我是覺得 勝率直接找到一隻騎士 就已經是必賺了 畢竟你是直接少一隻騎士 然後對方多一隻騎士 算掉了100斤 但是我覺得不虧 畢竟敵人會直接減因自己加一 好 希希里這邊 騎士直接硬砍長槍兵 那順帶一提喔 希希里的單位呢 這個 軍事單位 地面單位 有這個傷害減免的效果 所以她的騎士 抗長槍兵的效果 也是有一點 有一點能力在的 所以這個希希里 後鞋鎖指甲騎士 重裝騎士 是很難解的原因 是因為她的長槍兵 敵人長槍兵很難戳爆 希希里的騎士 當然數量一多還是能戳的 那這邊又稍微反打回來 用自己少量重裝 槍兵 開始做一個潛壓 這邊兩隻騎士可能會送掉 但第一時間還是回頭了 並沒有直接硬打 開始家裡補一些馬舅 但是 又 救了家裡的 馬舅的外換 還是沒有解決掉 這邊抓個一村 聰明樹還是稍微落後了五村 上方的勝率也直接被抓掉 這邊頭車砸一下 把自己的龍炮給砸光了 這邊勝率可能也要被收掉 但是這邊殘血騎士 沒有第一時間打掉 可惜了 但是這邊少量騎士 還是在TC下 無雙開砍 但是這邊沒有空好 直接被TC射到殘血 哇 但是又感覺又慢慢打回來了 聰明樹 稍微拉近了一些些 但是 由於走一個騎士的關係 現在又只要一隻少量的暗藏藏兵 基本上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右邊這塊金也是在偷偷的挖 四個人 主金部分應該是可以守住 這邊直接用生女招香兩隻 的一個長槍兵 這邊砸個一下 雖然砸掉生女了 但自己的長槍兵也是直接順先殘血了 第一時間把這個長槍兵 拉去打騎士 雖然這邊長槍兵應該是會擺給掉了 但是自己的騎士也可以被燒掉 不錯不錯不錯 CC又還是挺狠的 不過這邊的圍操比較少一點 大家感覺他這波策略已經有做到點事情了 並不會太慘 這邊長槍兵 稍微看一下 過來抓一下 能抓掉一村嗎 有點可惜 差一點點 好後方稍微拉個勝率 補下血 勃勃 開中午點下輪走了 輪下輪走 村民室會稍微跑快一點點 採集資源 速度會稍微多一些 看這個速度 哇有輪走之後就變快了很多 村民的跑速來到0.197 那這邊村民室只有0.8 沒有輪走 看這個村民在農田這樣走來走去 移動速度就有差了 好 這樣點一下輪走技術 村民來到0.88 差0.8左右 這等於是 CC跟伯伯差一個輪走技術的移動速度的概念 這就是伯伯厲害的地方 直接後面直接找騎士 應該可以找到兩隻騎士 也是沒問題 但騎士被招到也是會被直接常常兵說爛的喔 OK 兩隻騎士招掉 但是直接招掉之後 孫綠也是被常常兵追著打 伯伯這邊太硬要使用騎士打到底的關係喔 西西里開始沾上了一點上風了 這邊騎士還是直接硬吃常常兵的傷害 這邊衝生想要硬打 但孫綠沒有點這個救贖思想的關係 所以沒辦法直接找誤衡器 還是要拉這個村民喔 過去扁 這邊應該可以招到一隻騎士 OK 找到還不錯 這邊還在招 直接招村民 這邊稍微把場兵拉到TC下 直接用TC開射 頭頭打開一發 唉唷 全部殘掉了 但是沒收掉有點可惜 唉唷 孫綠也沒跑掉 唉唷 完美完美 下面這邊三隻騎士在偷砍 但這裡有一隻被招強掉的騎士在叛亂 這裡要回頭打孫綠嗎 還是回頭打一下 但後面有更多的孫綠補了過來 能收掉嗎 再一刀 唉唷 有一刀殘血的村民 森綠直接走了進去了 又重點下來 二景龍二姬末 開始把經濟也稍微搞好一點點 但是這邊 勃勃人已經3TC穩定的再農了 這邊 哇 農的速度其實蠻快的喔 從田都已經灑好了 三四田田了 這個農田量基本上是可以上到帝王十代了 這邊直接前壓一個寶 好 那這邊可能要all in一波囉 又這邊要怎麼打呢 這邊要硬打的話 要阻止這個寶起來 可能有點困難 頭車要打到 不太容易 因為這邊是高地的關係 村民沒辦法依法打倒 但是兩發就可以 這邊直接吃兩發 有點痛 好 這個寶有點蓋得不太安心 確實抽到了一點時間 好 這邊騎士直接繞到後方 但是又把自己的頭車給圍死 讓對方免法輕而易舉的把頭車給解決掉 哇 頭車這邊已經解決掉了非常多村民 後面要再拉更多的村民過來蓋嗎 正面的一個村民直接全部死傷慘重 但是家裡頭車也爆光了 但是城堡蓋不起來 還有八十幾% 哇 84.77 所以直接終止 伯伯的這波前壓 這是沒希望 給我家裡還有一些騎士 好 拉了更多的村民過來蓋 伯伯的村民移動速度很快 利用這個快速移動期應該還是能蓋好 這一波看到這麼多村民過來應該也灑入了 哇 怎麼辦 第一時間去砍對方的頭車 頭車被解決掉 沒救啦 被蓋了起來 最後還是順利的把這個城堡蓋了 雖然這裡是損失了一些村民喔 但是這個城堡能蓋起來就很值得 好 再補下一個TC 欸 頭車頭車 注意一下注意一下 完蛋了城堡我們再看 哇 先打生女 拉了一些村民去打頭車 怪怪的 然後保護一下頭車 但是能打得掉嗎 再來兩下 再一下 OK 能拆掉就很賺 這邊直接手撕 BK 那這個城堡的第二頓會蓋在哪裡呢 這邊應該是轉弱弓嘛 哇靠 直接原地起蓋 這麼狠喔 但這邊太多其事喔 還是要退一下 不能一直硬打 那目前有單刀學了 城堡也設的比較準一些 這邊用一隻村民稍微把自己圍死 然後想要硬蓋 結果直接被打破一個口 還是直接把村民拉出來 半多村民也是出來 再繼續蓋這個城堡 這波城堡可能還是會被蓋下來 這邊直接自滴騎士 細節細節 好 那西技這邊 又已經點下了帝王時代了 容量還是蠻多的 大家這邊有點太偷了 一直故意不出兵 想要去省經濟上帝王 硬拆城堡 但波波的經濟也是很好 109村 甚至可能比右的經濟還要更好 雖然表面上 又已經打倒對方很多村民了 剛剛這波確實有損失幾村 但實際上他損失的村民上並不多 很快的就用自己的4TC把村民補了回來 這邊也沒有上帝王實在的關係 所以這邊還可以繼續出兵 給對方做個壓力 這個城堡可能是蓋不起來 變道德堡了 哇趕快滴掉 還行喔 這個即時停損 OKOK 終於有沖車了 來解決家裡的一個馬舟的問題了 終於想到了是不是 終於還是要解決掉 不然真的太麻煩了 好那這邊城堡也好 地龍時代一蓋喔 這兩個城堡應該可以端掉 好那這邊直接再起一個寶 想要來賭這個墓區 這個賭的有點微妙 他可能是沒有看到這邊有礦 跟石頭的關係 好像才發現他這個洛宮二級色彩 現在才點 好那現在會變成城堡打帝王的一個狀況 那不知波波還有沒有繼續 能繼續這樣打 這邊開始轉輕騎兵喔 不是轉 繼續轉打騎士喔 開始要省金礦 是為了要出洛宮嗎 好這邊蓋個TC 結果TC一蓋好才發現後面有城堡 這邊石頭還是很多 直接再買一個石頭再買一個寶 好但是這邊有很多的 村民在蓋這個城堡 這邊有機會嗎 洛宮過來射個一波 好但是沒辦法一發奇射掉 這邊蓋的村民樹非常多 好直接蓋起 好又可以守住這個TC喔 還有這個黃金喔 哇現在這個伯伯多線進攻喔 到處都有洛宮在做一個騷喔 上下兩邊直接包夾 雖然裡面的馬就已經被解決掉了 那一看到對方上到地龍時代 伯伯也開在純肉了 準備也是要上地龍時代 看這邊 現在又有的村民樹被殺了有點多 像140吋到95吋 村民樹差距差了45吋喔 其實有點多喔 好但是目前又有這個科技優勢喔 投資機可以早一點去做一個輸出 城堡可能會一直瘋狂白給掉 城堡這邊直接蓋一個巨頭 是要來拆城堡了 怎麼辦呢 伯伯現在還在潘科技 出肉馬 村民還在繼續按村民 沒有要來斷肉上帝王的意思 又這邊轉出了自己的重裝騎士喔 還有二級一房 看起來是要來打索指甲騎士了 好城堡收掉 就變這個巨頭司機 用新血兵去做解決嗎 有生二攻感覺還蠻OK的喔 應該是能直接砍掉 但能修得回來嗎 修得回來的話就沒機會 唉唷真的被修回來了 哇部初騎士傷還是差了一些喔 這邊直接起個一波 落宮上前射掉村民 但是有更多清奇兵做一個包夾 那這邊伯伯人黃金已經存到一千多 但是肉量不太夠 因為這邊按了太多清奇兵喔 想要防守 那目前掉了兩座寶之後 第三座寶沒有掉 算是守住了自己最後的稻土第二座城堡 薩金衛隊了 薩金衛隊 那薩金衛隊的話 算是一個遠方 跟近方都很高的一個近戰單位喔 所以我覺得打伯伯 現在這個組合好像也是可以打的感覺 但他現在要轉這個品種 要轉這個步兵科技 可能要盤有一點久的時間喔 而且集中性來說可能還會被對方牽制自我 畢竟對方有落宮 而且落宮的基本傷害又很高 所以可能又是考慮上種種這些問題喔 所以決定不打這個薩金衛隊 確實喔 現在要打這個西西索之甲 遠方有8的狀況下 去擋這個落宮 效果其實蠻不錯的 那終於是有這個經濟可以轉出來嗎 現在這個主經要挖完了 然後野精一個在前面 後面有一個也挖得差不多 剩下小量幾個 後面還在做騷擾 這邊薄薄的重點下帝王時代 好 村民一直沒有辦法很穩定的一直穩定上升 村民還在100村左右 這裡蓋完城堡 村民又被抓了一波 村民又下降了一些 下方有一隻騎士想要過來騷擾 這邊有收村 電龍時代還有25%左右 這邊終於找到野石了 終於可以開始開挖 但下方這邊有拉更多村民過來伐木 應該要來這邊蓋一個塔嗎 還是直接叫騎士怪解決呢 果然叫騎士怪了 騎士直接直奔採礦營地 那目前TC也是要大難零頭了 伯伯還有機會能轉贏嗎 伯伯這邊點下了拇指環 好 順到了帝王時代 勃勃的能打西西里 我覺得西西里 會可能偏難打一點 因為戰術選擇有很大的限制戰 雖然是可以打戰毛兵啊 西西里可以打戰毛 但打戰毛目的只是為了counter弱攻 但如果打戰毛的話會顯得被動 出這個索子甲騎士才有主動權 才不會一直一味的被動下去 還是要重創對方的經濟 才能打倒對手 像這樣子喔 只用騎士去抓掉 那索子甲騎士的話 也稍微能抗一下對方的弱攻 哇 這邊弱攻被打倒的數量有點多 這邊城堡 城堡下直接開扁 巨型托斯基 好 這邊已經升級大洛馬 射牙利 新騎兵 行鷹組15第一線 攻擊力還沒升完 好 那西西里也補下自己的大疾病了 化學補下 那精銳弱攻 待會早期機會再點 房間需求可能會有點兇 這邊使用大量的弱馬直接上來淹 能淹得死一條巨頭嗎 打倒了 很極限 但自己的弱攻也是損失了一些 這波城堡攻防戰 感覺又會撐不住 好 中午點下的鎖支架 金罐 用下方城堡 這邊要轉薩金衛隊嗎 這邊按了一隻 薩金特衛隊嘛 我記得有個特製 講完叫薩金衛隊好像也沒問題 好 中午點下的伯物的 金瑞弱攻攻擊力8加4 12攻的馬攻 非常的痛 跟這個蒙古突擊一樣 雖然射速沒有像蒙古突擊一樣快 但是弱攻是可以打贏蒙古突擊的 好 那後方這個位置 有一些鎖支架騎士進來騷擾 這裡就是又的一個劇本 利用自己的騎士送到對方家裡 但是伯伯這也是不甘失落 也是繞了一些大洛馬 直接來突襲這邊採礦營地的村民 正面也有一些大洛馬也直接進去做騷擾 看起來這邊要變成兩敗巨傷拳了 這邊拉了非常多弱攻回來救 14隻弱攻 射掉這些鎖支架騎士 其實效果還是蠻好的 你們要想一般騎士的防禦率還沒那麼高 遠防8 一放之後遠防6的話 被弱攻射的可能會被射得很快 遠防8還是被射得那麼痛 實在是不容易 好 三級弓點下 我這邊會補下這個手推車嗎 右這邊已經補下手推車了 經濟方面慢慢再回穩 村民數還是有點少 還是在97村左右 這邊城堡攻防站告一段落 這邊又拿上了一個優勢 城堡手作 那也開始把這個馬就往前蓋 最近頭司機也開始往前砸 哇 這位選手跟我們就下課上阿 真的是弄慘了 又這裡阿 他這個前中後期的一個想法騷擾概念 都有做到事耶 他並不是無腦在打的 大概不會我們發現了一位超級新星嗎 難道他會成為 新的高端玩家嗎 這一波打起來 看起來鎖之家還是蠻能扛的喔 後面的一個職業補過來 這邊要撤退了 好 更多落馬不如 但後方這一坨重裝騎士還在砍 砍了有點久了 好 但正面又越來越打不贏 只能轉出急兵被迫防守 那這邊急兵打落馬的傷害也是非常高 三下就可以搓11隻落馬 直接包起來吃掉 OK 就讓你要對方疾病也不是問題 但這邊板甲基礎趕快點 可以再點了 電甲先點 待會就是板甲 巡頭司機先砸一砸 先打你的出兵點 但後方一直有這個 駱駝在砍村民喔 這個就是右的一個高蹲招式 直接派騎士去後方騷擾 好 這裡終點下了三級馬鎧了 OK 有三級馬鎧的伯伯大落馬 真正厲害的地方要來了 哇 這邊更多村民被抓掉 又這邊聰明處還是有100村 聰明一直在100村不動 但是伯伯這裡從145村降至剩130村左右 後面還有一些大落馬 再做一個進攻 聖女直接被打掉 大量的一個洛馬直接淹到TC下 又打出了GG 哇 這一波直接一波帶走 沒想到又會在這一波直接打出GG欸 這個戰術有料阿 雖然他前面打的有點蠟差 這個中甲步兵 但是這個馬鎧真的是 躲得好 這個視野剛剛躲在他的死角 讓幼完全沒發現阿 要是沒有這個馬鎧的話 可能要打贏幼的話就有點困難了 那後續的一個進攻跟防守 我覺得伯伯也是做得相當不錯的 來看一下他經濟阿 經濟的話伯伯這邊全贏阿 哇 太扯 經濟太好了 村民一直領先阿 那聖物的方面也有領先一顆 那幼這邊輸 沒想到也是輸這麼慘 也有關係是因為他一直被騷擾 沒有辦法好好農的關係 所以經濟一直沒有好到哪裡去 而且城堡出席那一波村民 就被騎士殺了一波 本來也有可以反抄對方補補的村民術 但結果直接被打回去 真的是有點太慘了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也忘記幫我按個喜歡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